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最高文学奖 矛盾文学奖评奖中 《平凡的世界》 在1985年到1988年间发表的 700多部长篇小说的激烈角逐中脱颖而出 以榜首位置直抵中国当代文学最高峰 被评论节公认为 是一部具有内在魄力 具有博大恢弘的史诗般品格的 现实主义立作 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收获 陆瑶代表获奖作者发言 他说 获奖并不意味着一部作品完全成功 因为作家的劳动成果 不仅要接受当代眼光的评估 还要经受历史眼光的审视 我们的责任不是为自己或少数人习作 而是应该全心全意全力满足广大人民大众的精神需要 只有不丧失普通劳动者的感觉 我们才有可能把握社会历史进程的主流 才有可能创造出真正有价值的艺术品 因此 全身心地投入到生活之中 在无数便手之族创造伟大历史 伟大现实 伟大未来的劳动人民身上 领悟人生大境界 艺术的大境界 应该是我们毕生的追求 因此对我们来说 今天的这个地方就不应该是终点 而应该是一个新的起点 择取了这个桂冠 整个不光是陆瑶本人 整个文学界 整个领导层 整个陕西老百姓 都发现国务 都发现国务 觉得我们能处这样一个人才是陕西的光荣 我的弟弟比我小好多岁 他参加工作的第一天 我给他送了一套礼物 就是陆瑶的平凡的世界 我说这是最珍贵的一份礼物 是哥哥的成长过程中一份 特别宝贵的精神财富 陆瑶的平凡世界 我大概看了七遍 就是每一次 我在看陆瑶的平凡的世界的时候 总是自己在这个社会中碰到了空来 觉得就是每一次看完陆瑶的平凡世界 总是给我力量 给我非常大的力量 尽管现在十几二十年的时间过去了 我们这个社会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可是这种精神的东西 它是有可能的 是能不会有可能的 1990年到1992年 陆瑶处在创作的修整期 一方面要恢复一下严重扣制的体力 另一个方面 也好对下一步的创作进行一番思考 为了回答人们关于平凡的世界的诸多问题 陆瑶决定就平凡的世界创作问题 写一篇随笔 这就是后来面试的早晨从中午开始 他写早晨从中午开始 其实是等于是为自己写了一部小说 小说的主人公就叫陆瑶 我觉得它是一部陆瑶自己的心灵传记 而且我认为它是一部 用文字写出来的英雄交响曲 我们不妨把这部作品 看作陆瑶留给我们的最后一笔精神遗产 在这部作品中 陆瑶不但以传神之笔记录了 创作平凡的世界的全过程 尤其可贵的是 他用大量的心理剖白 表述了他对社会 人生 艺术的深层思考 这些文字给我们提供了 完整的了解陆瑶的钥匙 而这部作品毫无夸张地说 已经成为新时期文学 所能达到的最高高度的作品之一 他的写作有神圣感 他有使命感 因为他知道一笔一画 一个字一个字下去的时候 他倾诉的是一整片人群的心声 我觉得这种责任感 他是一个来自于一个基层社会的一个作家 他的一个自我的一种仪式 然后这个仪式带给我们一种高品贵 一种文学的高贵 他写的是贫瘠的世界 但他的文学是高贵的 跟同时代的作家比起来 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强烈的人文主义者 一种强烈的对于普通人的认同 一种个人主角度来观察 这个社会的这种角度的选择 我觉得最背后就有一点 他是一个高尚的 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 因为良知跟高尚 所以他选择了一个合适的态度 和他带有感情的讲述 形成了他的现代性 陆耀从西安一次 就最后一次到燕安来 联系印刷他的那个荣禁 当时我看到陆耀图字 你舍拿黄 而且发情 我觉得陆耀是已经有变了 反正他住院呀吧 不住院呀吧 我们就叫他住院 后来陆耀的住了院 住到燕安地区院 陆耀于此跟我说 看这回这个病死不太好 这还是比蓝耀栽断的 他还有一个 关于成绩死害的一个炮作规划 没有完成 这对他来说是一个很遗憾的事情 到9月5号了 我们好几位同志 可良几两尘 在医院里把陆耀捡上 把陆耀锁上 所以我就把过去要求看陆耀的这些朋友们 封闭大教育当中之下 投制到的 没重制到的 掩护着它下来的机器人 为作家能够送你 当时觉得挺惊讶的 当时他住院的时候 病情是非常的重 因为一住院之后 我们就报了病危 他等于是干硬化的晚期住的院 从政府转无为了治他的病 他剥离皮器 悲情才导致生长 转无到医院看过他 花多少钱都行 他说过一句话 说是出一个生长比较远密 但是出一个作家很不远密 很难 看完以前病理的陆耀 我数着告诉他 我说陆耀 你的文章出版有希望 小小姐过夜酒 同意了 给出版社积五万块钱 他们给咱们积五万块钱的数 这个事情 我当时说啥感 我说你看 你这个一个著名作家 出一本文章 差五万块钱 出版社不出 这是中国文台的悲剧 但是现在好了 已经出了 他当时那个肥肠改变黄素的手 两个手把我的手握住 一直说感谢感谢 我说不需要感谢 这是应该做的 我们两个小队无业 已经是业内到宽儿出 这个平常有中国也很清关系的 说到那儿他也看他这么病了 大家都很吃惊 也没想到他会病 也没想到他有病就 就病成那个样子了 病成那个样子 他也跟我讲 这是这回好了以后吧 吃完了以后 咱俩子 你跟我动我老家 叫妈妈给咱 走这个羊羽叉叉 羊羽叉叉 那你再出去放羊 做上他一段时间 当时我推他 到这个我们科室门口 他说啊 我又见到了太阳 就是时刻你能感觉到 他对那种生活的热情和热爱 那个枕眼已经扎得 已经再找不到地方了 陆瑶与死神激烈地抗争着 直到1992年11月17日凌晨5时 陆瑶出现严重吐血 医生全力抢救 仍未能阻挡死神 无情的脚步 地球连巴士都紧紧地抱住 泪流埋灭 那几乎就发射了大壳 说 他已经 不行了 感觉呢 永远永远就一直 不要说话 但是你就不整 说的 就最整的几句话 就是说此 爸爸妈可情了 爸爸妈可重要了 1992年11月17日八十二十分 陆瑶离开了 离开了他一直 钟爱和崇拜的大地和天怀 离开了他一贯厌恶和恐惧的 贫穷 离开了 一直使他的心不能安静下来的 那个广大而苦难的民村 离开了他曾经爱过 并且也给他心灵留下 深深伤痛的 现实生活 离开了 离开了他不想离开的情 离开了他还想洗的 很多构思和未完成的宏伟目标 离开了蓝天 蓝天上的新鲜 离开了大地 大地上流淌的河水 陆瑶离开了 展西文学界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损失 对我的个人情感来说 也是一次挫伤 哎呀 那就感觉是伤心 我愿意去感觉是伤心 怎么 你也不晓得猜 是不是 被他跑了 也要哭 也要哭 关键是思想上没准备 他从小就跟着我 他自己也常说这么一句话 喊我叫你身上见到的第一个大人 我说现在你是大人 1992年11月21日 在西安三兆公墓 陕西各界人士向路遥做最后的决别 这一天 天气格外的阴冷 白色小花在所有人的胸前晃动 当泪水流淌 哭声响起的时候 路遥 你可听见 人们对你的呼唤 花圈之多 是陕西省文学界最多的奇景位置 从那个灵堂一直摆到这个金家巷里边拐弯过去 我很吃惊 延安每一个县 玉林每一个县 县政府县委都来了 一个人为什么有这么大的魅力 有这么强劲的人格力 能够不仅影响文学界 而且影响一个土地 肯定是他全席了这块土地的强者精神 我们不得不接受这样的事实 无论这个事实多么残酷 以至自己仍不能比一知所接纳 这就是一颗璀璨的心 从中国的前余见 跃落 一颗智慧的头楼 总自了一场活跃 一场神刻 也一场痛苦的思维 这就是龙阳 我们无以排阶的背痛 法子最神切的惋惜 42岁 一个刚刚奏向成仇的作家的四王 意味着什么 本来 我们完全可以自信地期待 所与楼窑的 正宗辉煌的临臣 才刚刚开始 若省天的万象 正是出资对一个文学大圣 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学思念地 无法弥补的顺势 你且 你不能挽回于万象 所以期待 你自信地 又把我地 也都在以救救二年 十一月十起而那个造成 并彻底纷纷 然而我们就梦遥截至到1992年11月10起而造成 八四二十分的政歌审明里程来共加 完全刻意说 它不仅是我们这个群企 而在更广泛的中国党代总青年作家人 也是相当出色的相当杰出的一个 就省明的旅程而言 路遥是断暂的 就省明的质量而言 路遥是绘画 能在如此断暂的省明旅程中 创造如此绘画 如此又省又色的 省明高质量 路遥是无亏于他的整个人生 无亏于互于他的头地和人民地 路遥同志 你做完了短暂而又光辉的人生之旅 愿你的灵魂 在平凡的世界里的普通劳动者总监 和他们来以生存的头机上得到安息 路遥是应该是欠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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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欠的世界 孤独而又隐忍地跋涉在黄土高原上的陕北硬汉 也许就是20世纪以来 中国的文学版图上 最后的一个寻导者 一个艺术家 一个思考者 他通过他的作品 也通过他自身的生命 告诉我们什么呢 我觉得 特别在当下 市场经济非常繁荣的情况下 告诉我们 人是需要意义生存的 人不仅需要物质存在 更需要意义的存在 路遥的一生就是 制作地在意义层面完成自己生命的人 在这方面 他的精英感 他的进击感 他的强韧不屈 和他对自己内心 各种矛盾冲突 深刻的解剖 都是在当下这个社会 非常可贵 也是当下社会所缺少的精神元素 所以我们这个时代 我觉得这个 夸夸其谈的 花而不实的 浮华的倾向 太严重 相反普世的说人话 普世的 诗意的去说人话 这样的作品太少了 可惜天不假年 我们的这么一个优秀的作家 就这么一年早逝 这是他个人的一个 非常大的一个一个损失 也同样是我们这个时代 我们这个民族文学的巨大的损失 我经常在感慨 如果他还活着 他可能还能写出更有些作品 现在还在活着 尚且为他目前的 还不知道发生什么状况 在新世纪 就跨新千年的时候 做了一个听众的抽样调查 它排行榜是第一 我们六十年六十部最具影响力的 业内的调查 它排列第八 但最重要的是 在我三十年编辑生涯中 他来信是量最多 质量最高 也最感人 我的一个研究生 他写陆瑶的这个论文 他去调研 通过北京 小北大 北师大 人大 还有我们陕西 集所院校 图书馆的这个 建院登记卡上 这个统计出来的数据 陆瑶的作品啊 持续很多年 都是当代作家中 阅读率最高的 那么几个人之一 就是在读陆瑶作品的过程中 你就会体会到 陆瑶并没有死 而且活着 他活得很健康 活得很有力量 活得跟你非常的亲近 从心理上面来说 感觉到陆瑶就是自己的知己 就是自己的朋友 所以想到他的去世 我一方面感到巨大的打击和痛痛 另一方面也感到无比的 焦高和自豪 我认为 陆瑶省天是一座防备 他在文学上的光辉成就 他的人口上的伟大的力量 可以成为人们的开胞 他去世以后 要跟随面骑着 有了只有着许多后来的人 在我们陕北来讲 怎么形容他 如果说民主革命时期的名人是六青的话 那么后来新中国诞生以后的名人 随便唱福乐阳在我们看 在山西 可以说有两个人是长久的 会长久的 一个就是石鹿 一个就是露瑶 他过世之后 要回归过头 有一次在心情特别好的时候 就讨厌到死 说死后咱们到哪里 肯定会去 肯定会去 说选择一个很洋的地方 晒晒太阳 晒晒心 如果流氓有感应的话 那么咱还在这个地方 语言咱都是实现的 心灵都是想到的 灵魂都是平静的 人物都是实现的 说家人是正好 就说这个大家是 就是山北这个家都是正好 他病了的时候 他就想买一块白骨 自己一锅就把大伞 他就想要在山北 有山北这个家 在众多亲朋好友的努力下 露瑶的遗愿实现了 露瑶逝世三周年的时候 他魂归故土 熟睡在母校延安大学的文汇山上 如今 露瑶离开我们近二十年了 但人们仍记着这位英雄 尽管一些人忽略了他的价值 还没有意识到他的伟大 他依然在中国文坛 具有历史性的重大意义和不可替代的位置 他的名言像牛一样劳动 像土地一样奉献 早已广为流传 今天 在春天细雨的沐浴中 我们又一次聚集在这里 为的是从这位英雄的身上 汲取精神的元素 以增加自己骨骼的硬度 与灵魂的光泽 以其告慰这位如今的长年主 让我们再次聆听你的声音 你们好 我的话 我是一个地道的农民的儿子 我个人认为这个世界是普通人的世界 普通人的世界当然是一个平凡的世界 但也是一个永远伟大的世界 我作为这个世界里的一名普通劳动者 将永远把普通人的世界 当作我创作的一个神圣的上帝 无论我们在生活中有多少困难痛苦甚至不幸 但是我们永远有理由 为我们所生活过的土地和岁月而感到自豪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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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ine島和西大人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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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本